GG阿公店水庫调节性放水 激起水花见到陆地上去水量 因应防台跌破前顿 阿公店水庫调节性放水 下游地区得特别当心 出现有民众拿着钓杆站岸边钓鱼 甚至有人穿雨衣忙着撒雨网捞五国鱼 出现危险又恐怕违法景象 来到台南 滚滚流水从台南白河水库放出来 赶在海葵台风雨淡发威前 先控出蓄水空间 台风接连影响台湾 海葵台风更打破四年来 台风未登陆记录 南高坪地区水库陆续进行调节性放水 台南白河水库蓄水率达到85.4% 每秒最大放流量大约15立方公尺 高雄阿公店水库蓄水率先降到 百分之六十一点五 而屏東牡丹水库蓄水率降到 百分之六十七点七 接连几个台风 屏東牡丹水库都有丰厚进帐 遇到海葵台风再次进行调节性放水 在市集水区的降雨状况调整放水量 三地新闻南部综合报道